因为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多吃几个寿司有多拼吧 以前去吃高级寿司自助 一样的寿司必须两个两个点 都还没吃到几个花样就已经饱了 所以这回同时干脆给我约了个寿司 说那边想怎么点就怎么点 刚一坐下师傅就把今天的主角放在了我的面前 三种不同产地的海胆随便吃 为了节省时间 师傅开店之前就准备好了饭团 做的时候只要把饭团用海苔一鼓 然后在空缺的地方放上海胆 再用刷子沾点酱油在海胆上点两下 五人份的海胆寿司瞬间做好了 刚上完师傅的手也没闲着 继续做下一轮寿司 这海胆都快一出来了 非常的鲜甜 我就还没吃完 师傅又上了下一个 我吃的速度真的是比不上师傅捏的速度 好一次吃寿司吃妈妈感的 吃到这里我才知道所谓的 就是第一轮师傅捏什么你吃什么 师傅上完一轮以后 你就可以点自己喜欢吃的 为了让我们多吃几个 师傅在底下捏的饭也可以忽略不及 看着不怎么起眼的活鱿鱼 放到嘴里才感觉到这个味道似曾相识 我吃鱿鱼症的超弄 放到吃汤圆 这样又不会黏牙 师傅每隔三个寿司都会上一次海胆 才二十多分钟 我已经吃第三次海胆 连中腹都可以随便吃 这个中腹虽然没有想当中的油 但是非常的甘甜 一个淡淡的奶味 刚烤好的心蛮张上师傅的秘制酱汁 放到嘴里又软又嫩入口即化 决定下一轮救你了 最后师傅用受伤的手指 包了一个金枪于手卷 师傅捏什么你吃什么的环节就落幕了 接下来就可以随便点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饭看着有点单调 这样就丰富多了 当然海胆寿司也可以不要底下的饭 是想让我再多吃一点 既然海胆不够解腻 师傅建议我再吃几个寿司 第一次这么霸气的吃寿司 也是最后一次 感觉这下上面放了海胆 虾都变包子了 菜变多 还有二十多分钟 大家都走光了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有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有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有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